没想到这个糟了头子 还挺用心的 提前做了个功课 然后叫我带他来快递 这里拿了快递 现在我们去银行取电钱 我问你说 怎么了 咱们就是去 你们当地有什么风俗 就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你都跟我说 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想的 没有那么面面俱到 万一一些小事给影响的 最关键的东西可不好 你不要把我爸妈想的 他们也是对吧 比较粗糙的人 没那么心思 没那么细腻 你不要过于紧张 话都这么说 你知道吗 我之前我研究生的时候 他那个女朋友 那算是我初恋 是长沙本地的吗 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 他爸妈说 你来就行了 你来个人就行了 你什么都不用拿 你什么都不用带 我结果 我三年 就是跟他谈了三年 每次去我什么都不拿 就如同他讲的 什么都没拿 什么都没带 等三年以后就分手了 他就跟我说 说我爸妈说你这个儿子太不懂人情事故了 每次来我家里 聊手空空 太不灵犯了 嗯 唉 都怪我太年轻 知道吗 请提取现金 走 取得了 嗯 你取 取这么多啊 五千 虽然说不是来定情的 但是也难得来一次是吧 也是 还是要好好表现一下 嗯 我们现在去买烟买酒 来到县城了 找了一家这里名烟名酒 我们去买 大概要多少钱的吗 好一点的酒 一千 一千多 一千多的 不不然就要不然就 要不然就梦之南了 有芙蓉王吗 芙蓉王只有一条 中华是多少钱 四百五 我是觉得都没必要拿那么好的 因为我爸他们吧 平时也没抽那么好的 你就要么就拿二三十块 拿普通一点的 多拿一点 有那个黑兰州吗 甘肃特色盐 有 那个现在一条多少钱 一百八 就拿个六条吗 你看这不就差不多了 对吧 现在跟老罗在这里把盐买了 把酒买了 现在有牛了 给你外婆提亮相呗 走 走吧 你把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再重新说一遍 我不说 有本事 再说一遍 走 他跟我来了一句 小北 我老丈人 我这样的乖女婿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我来给你回一句 我这样的好媳妇 你打着灯笼也很难找 就要把这个盒子给撤掉吧 不用 你凭着放上面摆好就可以放 现在我再带老罗去买一点水果 然后买一点 我外婆他们老人家喜欢吃的面包 老罗 你就要奔向你的幸福了 不 我要奔向我的十五头牛 出发 刚才超幸福的菜买起的 现在去买点肉 今晚做三个菜 不是 有牛新鲜的吗 趁点排骨 趁点肥肉 炸油 好 我妈最大的喜好就是喜欢吃柿子 来看见熟着没 它这里这方有一箱 哇 这湿的还挺好的 来撑几斤吧 你这扒一箱还撑几斤 现在撑几斤的 真小神伴 累坏了累坏了 正式出发 你停下停下 好像酒倒了 酒倒了 不会吧 我怕这个酒给它 会搞碎的 我把它给 重新整理一下吧 哦 就像这东西 还是这碗一碗 你看 好好 这碗就不一碗 哇 这是一个琴吗 拿反了 我看不清是什么 我以为你买了一个琴 这个单树铁券 不是 我想知道里面是 哦 这是人参是吗 你就要那样拿着提出来 我以为你给我爸买了一副琴 这是肉 这是买的菜 跟给他们买的零食 保健品 外公外婆都酸奶 满满的 一个后备箱见面里 已经被洗 现在朝我的十五头牛出发了 为什么不是朝你的幸福出发 朝我的十五头牛 怎么这么直啊 活该单身到36岁 我的十五头牛就是大家的幸福 我成功了 大家就有牛肉吃了 来 出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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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